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吴忠臣 今天是2022年的11月5號 我今天跟各位分享一個 我在這個場景前面很奇怪 一個鐵絲網前面 一個鐵網前面 那個後面叫鐵木 因為我的家就在那裡 今天在這個場景講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我最近看了一本書 這本書很有意思 是英文的 各位看一下書皮 裡面圖文並茂 非常有趣的 這本書叫做 Origins of Chinese Culture 他是大陸出版的 裡面的全部是英文 是大陸人翻譯的英文 他介紹中國文化 介紹中國文化裡面 他把它分成中國文化博大精深 他能夠怎麼介紹呢 這全是英文的 所以說如果說要介紹外國的話 要跟外國人介紹中國文化的話 這本書非常好參考 太容易參考了 比如說 他這裡面分了13個章節 第一個章節 他第一個章節就是中國文字 中國文字 中國文字是怎麼樣創造的 像今只是會以形成轉入甲界 從甲骨文等等 這上面 這個我在中國文字的介紹 書法裡面介紹很多 今天之所以會在這邊講這個東西 就是因為 這上面 他把中國文化裡面 重點的部分 是這樣介紹的 他從中國文字跟載體 然後再來就是文房世保 筆墨紫焰 筆就是brush刷子 然後墨就是ink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paper紙 然後再來就是那個印章 印章的名字叫做ink stone 印石 然後另外一個 第七個就是seal and other stationary items 簡單講就是跟這個寫書法有關的 比如說背歌什麼東西 筆山或筆架等等 他這個順便介紹一下 所以我覺得這個書挺有意思的 跟筆 各種筆 包括這個 書畫用的筆 然後當然裡面還有圖文幣茂 就要講個故事 筆墨紫焰文房世保 那 這上面還有那個紙是蔡倫發明的 然後如何傳到歐洲去 中國的四大發明 這個指南針 指南針 火藥 紫還有印刷術 四大發明 這上面都有 那我覺得挺有意思的 那最後他介紹的就是 這個音樂 音樂 音樂 然後他這個 第八章介紹的這個 Painting 中國畫 還有Music And Cheese Cheeses 那這裡面就有講到琴棋書畫 這上面都有 包括這個書法 這上面非常有趣 非常精彩 非常有趣 當然一些名家 然後再來就是 要能夠介紹 這個中國文化 要在這樣簡短的一本書裡面 要能夠全部 不能全部 不可能全部包羅 所以他能夠要選 選其金鑰 第十章是 Chinese New Year Picture 年畫 很有意思 這裡面他當然要講一些故事 那這些東西 為什麼我今天要在這個場景 來講這個東西呢 然後再來是Music 琴 中國的古琴 古真 然後還有陽琴 笛 蕭啊什麼的 這些東西 通通都有 另外就是 中國的圍棋 還有象棋 最後他第十二章是圍棋 第十三章是象棋 那這上面都有 這就是所謂的中國的文化 裡面的經學的部分 那我在這邊 為什麼要在這個場景這邊介紹呢 我曾經在我的2014年競選這邊的里長的時候 我曾經在我的政見上講說 我在網路上面 是做自媒體來 來報道 來做介紹我們的圈棋文化 吸引了很多人 很多外國人 我接待的外國人都好幾百 好幾百人 上千人大概 那延續的影響 有些人是專程來的 還有中國大陸的人 世界各國的人都來這邊 我常常在講說 我最喜歡接引的就是外國人 第一個是外國人 因為他對眷村文化 對Chinese culture就已經不了解了 如果說對眷村文化 軍眷村文化 他更不了解 那你要不了解 你要根據什麼呢 不經於父子焉德見波濤 必須要找一個眷村人 像我這樣的人 你找個別人 他告訴你打麻將 他告訴你怎麼打混 那你真正想要了解中國文化的 這上面所有講的東西 我這邊全部都包羅 所以曾經有一個 意大利級的文化學者 一個女性的文化學者 她參加一個會議之後 在那會議裡面 有人的論文 就放了我們家的照片 拍我們家外牆的照片 拍那個照片的學者 也沒有跟我講 也沒有來訪問我 也沒有怎麼樣 因為她看我影片就知道 因為我的影片是公開的 於是她在她論文裡面 就講到這個眷村的活化 在利用這些東西 她放這個 當天的這些學術研討會裡面 那個學者 義大利的女性學者 唐小姐 我直接講唐小姐好了 她看了以後 她就討論 討論之後 那個人就講說 我帶你來吧 我帶你來看吧 她們的研討會 不是只有開一天而已 開好幾天 於是乎 有一天中午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時間 按了門鈴 那時候我住在裡面 她按了門鈴來拜訪 經過那個台灣的博士 介紹這位唐小姐 她給我的名片 她說她想住在我們家 跟我住在一起 深刻體驗一下 所謂的眷村文化 當時仙兄還跟我住在一起 那我當時就講說 這個可能暫時還不肯定 再來就是 因為有點唐突 雙方部是很了解 但她跟我講說 她在台灣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她曾經在北部的某一個地方 那個地方我就不要講了 那個地方是一個違章建築 一個山上 她說她也在那邊做過駐地的研究 她翻譯到那邊沒有什麼文化 因為真正那邊的人 本身的原住民 沒有辦法代表文化 也不能說也不能寫也不能唱也不能 什麼都沒有 然後呢住在那邊的所謂外 外地來的藝術家 根本跟那邊是完全不搭搭的 所以她說在那邊 根本就沒有任何 覺得非常的這個 貧乏的一個地方 可是她看到這邊之後 看到我的影片之後 她說 哎呀這邊真是文化寶庫啊 所以她要來這邊 而且選定在我們家 要跟我住在一起 這就是我就是漁夫 她就是不跟漁夫只焉得劍波濤嘛 再來就是 我想說你是不是 只是一時衝動或怎麼樣 她說不是 她說我在旁邊按門鈴之前 我在這個梁已經來了四天了 四天 她這邊全部逛過 包括那些什麼文化大革命局 搞的一些把戲什麼的 她都看過 看過之後說那邊沒有什麼東西 能夠代表軍眷成文化 軍眷成人 因為所謂文化是特殊的一種 文化一種形式 生活方式 她說在這邊已經來了四天了 到處繞到處逛 最後只有我們家有文化 我當時就覺得說 奇怪這個文化不是日常嗎 我的日常沒有錯 因為我的日常裡面就有這些 琴棋書畫 還有這個文房四寶 筆墨紫燕 還有寫的書法 牆上就是我寫的我的吳宗臣三個字 因此她就認定 這邊是有戲的 然後因此她就要來做到這邊 我覺得她真的是 多年的社會研究 民俗研究 民俗研究 是絕對不是浪得虛名的 所以她一眼就看出來 這邊是文化寶庫 因此她就有做那樣的要求 同樣的北部有一些大學的那個 藝術設計科系的學生 要做畢業製作也來過這邊 很多人都來這邊看過 看過之後我就想說你們不用 不用這麼緊張 我是一個望之遠然 極之也溫的人 我說你可以把你的計畫提出來 然後我可以來協助你 但是你必須在你這個論文裡面要 我要在她後面上 你要註明 什麼什麼人提供什麼 我就是提供這個 我說我很樂意 但是你必須要 你必須要把你的計畫提出來 如果你歪曲了這個眷村文化 扭曲了這些事實 像很多的影片都是這樣 競賽什麼 都是扭曲了那個 或者切片的時候都不恰當 那最恰當的方式就是來看 來生活 我覺得最有趣的這樣就是 這邊已經有了鐵幕了 就禁止人家進入 可是就有很多的這個攝影師 民間的這個藝術家 學者來這邊看過 這邊他們有民宿 他在這邊花了錢住了民宿 結果沒有得到任何的他想要的東西 可是他在網路上看到我的影片之後 他知道我是住在這邊 於是他就來這邊 一看這邊有這個鐵網 怎麼辦呢 翻牆 女性 四個女性 全部帶著炮筒的攝影機 什麼的 全都是那個裝備 就是專業的 翻牆進去 這沒有通電 可以翻牆過去 你想想看 四個女性 中年女性翻這個牆 為什麼 他不得其門而入 因此他只有直接闖關了 直接進去 因為當時我的壁畫 這邊的馬的壁畫很清楚 現在久了以後 有點模糊了 當時他都看過 所以他知道戲在這邊 因此他翻牆進去 翻牆進去 結果被這邊的寶拳 剛好來巡邏的時候看到 奇怪 你們怎麼進來 他說翻牆進來的 他一看就知道 這幾個人 絕對不是小偷 全身的武裝 都是那個炮筒的攝影機 什麼的 一大堆的 而且那個裝束什麼 他們在那邊到處找 找尋 找尋 蛛絲毛跡 也就是我的影片裡面講的 比如說小用詞 他們都去過了 因為每個地方的地標 我都有標注 臥虎長龍巷 楊桃巷 他們全部都去過 我們家他們都去過 都去過之後 結果那個寶拳問他說 你們來幹什麼 我們之後我們來這邊 就是要來採訪這個地方 這邊很可惜 荒廢 被文化大革命局荒廢 還要被軍方老出 荒廢 這個吳中成在這邊不是好好的嗎 他就是能夠代表 倦存文化的典型 為什麼還要把他驅逐出去呢 一視同仁呢 那這就是我們這個 跟共匪一樣的可惡 那我們這樣不提 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問那個寶拳說 你知道那個游泳池怎麼去 小用詞怎麼去 那個寶拳因為我跟他講過 游泳池在那個 那個斷垣殘壁的 那個開口裡面進去 你就可以看到 結果他們如願以償的 都看到了 然後非常滿意 他講說 哎呀真的希望這邊開放 而且還希望說 能夠在這邊住個幾天 因為主要是 要跟我住幾天 切身的體驗一下 眷村是什麼 眷村文化是什麼 必須要由人來傳播 要由人來感應 同樣的 我們現在看一下這本書 為什麼外國人特別喜歡這邊 原因很簡單 因為這本書上講的東西 全部都在我身上 也全部都在這裡面 我就可以現身說法 你這樣的一個文化人 代表文化的人 到哪裡去找 以上就跟各位分享 謝謝